明宅阳台冒浓烟是冷气烧起来了 屋主在家中浑然不知 还好骑车路过的人帮忙通报 冷气没运转却燃烧 近半年在高雄旅传冷气机起火事故 消防局统计1到7月就有15起 以分离式的冷气室外机居多 起因跟连日降雨湿度高有关系 机受电的机板 这些电容器受头都容易爆炸 容易起火 虽然没有再使用 可是它持续送电 你易烹跑进去 它啊 主机板受潮 即使冷气没运转 总电源仍持续通电 温度若过高一走火 加上如果是塑胶机壳 火湿更容易延烧扩大 要金属外壳 像这种ABS的就容易引起火灾 因为它燃烧得很快 铁字东西无法燃烧 另外安装冷气时 乌龙斯的开关 它是电气过载的保护装置 要符合各种畸形的电压安培数 而夏季使用频率高 长时间运转 也可能导致产品过热 无论新旧 最好每半年到一年 就要定期保养 清洁一次 每年至少要检查一次 尤其我们这种开关 我们开关 如果你长时间不用 它因为无法动作的话 它持续送电 它无法跳脱 放置在户外的室外机 可能会因为受潮 阳光曝曬 或者是一个昆虫的一个飞路等等的 容易造成室外机会有短路 或故障的一个现象 冷气不吹 最好关闭总电源 室外机安置位置最好通风 周中也避免堆放杂物 避免热续机 小细节多注意就多一份安全 TVBS新闻 李战胜胡小琪 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